进入Piscale网站之后 你可以选按Create Sprite 首先第一个动作是先到这个Resize 把你的画布尺寸设定好 那么在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LED点矩阵只有8×8 64个 所以我们就把它设成8×8 64像素 完成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用左手边的这些工具开始绘制 那么第一个动作呢 先选择一下你想要的颜色 选好之后像这支笔就很单纯 因为我们现在8×8的话 其实笔其实还蛮粗的 看起来会还蛮粗的 就可以像这样直接去做创作 那么这里呢也有橡皮刹工具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把你的图画上去 那第二种方式 就是在这边也有一个 镜色的工具 也就是你只要画一边就可以了 那预设的话呢是垂直镜色 如果按下Ctrl键就会变成左右镜色 比如说我们可能要画一个笑脸 那么其实你只要画一半就可以了 这样就有一个 所以其实镜色工具也是蛮好用的 那如果你是要做连续多张的话呢 在我们左上角这边 它有可以增加第二张第三张 你就可以继续画下去 那么如果你想要依据第一张的内容 再来做修正 你可以选按这个复制 这样第二张就会跟它一模一样 那就直接以修改的方式来完成 看要多少张就直接从这边 直接增加就可以 调整顺序是用这个 这样就可以调整我们动画的顺序 如果完全都绘制好之后 你可以来这边 把它储存下来 那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注册 所以你只能存在本地端 那么下次呢 这个档案是它专属的档案 你就可以在这个网站里面 再继续把它打开 第二个呢 如果已经存档好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做一个输出的动作 那输出的部分呢 可以变成GIF动画 也可以变成 一张大的PNG分镜图 大的PNG分镜图 如果你有多张的话 它就帮你变成 看起栏起列 它帮你组合起来 另外呢 你也可以变成压缩档 它会把每一张的 这个图档 都变成一个PNG 所以如果你用 ZIP这个选项 它就会 把每一张都存成单一档案 那这个部分呢 就可以看你自己的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K 市场——YK